第八十一集 我办事你放心 五年圣的怒情攻击的机关血 花了三千块收的 说完 老郭转头朝刘明看去 刘明当冤大头的当初觉悟来了 看他望向自己 就知道什么事 说道 放心 算我的 别太贵就行了 叶少阳用怒情积血 写了一道赤灵符 一用力 从头上拽了几根头发下来 绑在了符纸上 一起烧掉 在碗里化成浮水 把缠着朱砂险的磨斗 在里面浸泡了一会儿 拿出来 一头儿系在香炉里的小旗上 拉着一只走到达摩缠帐前 绷得直直的 系在了缠帐顶部的环式上 之后如法炮制 将另外六面小旗也都拉上红线 系在缠帐上 远远看去 七根红线 将通道分割成游泳池赛道一样的八条通道 每条通道宽不到一米 最多只能让一个人通过 锐朗鱼回到这边来 打亮了一眼七座香炉 和七面小旗 门一头皱了起来说 这就是八门生死道 叶照扬点头 讲解起来 这八门生死道 借助了达摩缠帐的封印之力 八门中 开 修 生 三门为吉门 死 经 伤 三门为凶门 渡门 井门 二门为中平 待会封印开启之后 八门生死道 就会立刻激活 成为厉鬼邪灵的必经之路 他们对八门没有分辨的能力 会乱入其中 只有走对三道吉门的 才能平安通过 走死门的 会遭受阵法之力的袭击 一般鬼怪会被直接秒杀的 再者 八门玄灯 生死循环 即合着里面白鬼朝阴阵的 阴气规律 大概每分钟变换一次 生门死门对调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守住三道吉门的入口 不需要杀光所有鬼怪 只要顶住一分钟 等待八门循环 里面的鬼怪 就会被阵法之力击杀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去守住生门 也就是之前的死门 这样循环下去 直到斩杀所有鬼怪 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郭点头说 这办法不错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不管阴朝里有多少厉鬼 也能慢慢磨死他们 叶绍阳摇头 也没你们说的这么轻松 这阴朝存在了七十年 不怪我那些日本鬼子 在被封印之前 肯定还吸收了不少游魂进来 阵法也不是无敌的 对付鬼少级别的 也只能削弱他们的修为 无法密杀 成败关键 还在我们自己 叶绍阳吸了一口气说 分配一下吧 锐朗玉 秦峰各守一门 其余人以郭师兄为首 共守一门 对了 秦峰呢 在这儿 秦峰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叶绍阳回过头去 见他站在众人身后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当下耸了耸肩说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秦峰没有理他 目光落在叶绍阳的布置上 说道 把门生死到 毛山秘法之一 只有天师牌位的法力才能施展 叶绍阳笑了笑 实话呀 我看道风拥过一次 秦峰说 这阵法杀路台墙 敌我不分 一旦开启 不管谁进去 都会被击杀吧 哦 对 我差点忘了交代了 叶绍阳环顾众人说 阵法一旦开启 不管是人 鬼 还是妖灵 只要进入三胸门 就是九死一生 连我都扛不住 所以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绝对不能进去 切记 众人连连点头 找死的事情 当然谁也不会干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 我们就开工 等一下 谢雨清守 你让我们守这个阵 那你自己干什么 叶绍阳白着他一眼 姐姐 你以为我闲着 我要做法 召唤冯新宇的三魂七魄 到时候 他魂归十身 我要跟他单挑的 好吧 谢雨清笑着拍着拍他的肩膀 好好干 出去了 姐姐请你吃大肉包子 叶绍阳一听到大肉包子 目光又不由自主地 落在了他傲人的双风上 本想调戏两句 一扫眼看到锐冷玉站在旁边 到嘴边的话 又声声咽了回去 其身说道 准备好了 我去打开达摩缠障的封印 锐冷玉抢在前面走过去说 还是我来吧 打磨缠障的封印 一般手段打不开的 我爷爷传向过手法 走到缠障旁边 蹲了下去 双手握住缠障下段 由于是背对着众人 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突然 缠障的环视 发出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 原本以禅掌为中心 汇聚成了半球情的封印之光 缓缓地散去 飘入八门生死道中 前方的铁门 指压一声打开了 一股猛烈的阴风从里面吹来 小马等人立刻打起了哆嗦 感受到一种刺入骨髓的寒意 封尘多年的阴巢封印 在这一刻 终于打开了 叶绍阳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锐冷玉喊道 快回来 阵法要激活了 锐冷玉快步地 穿过了八门生死道 刚走出去不久 一股紫色的雾气阴云 在八条通道的上空凝聚起来 越来越好 壮如黑云 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小燕子 这是怎么回事 小马吃惊地看着叶绍阳 正常情况 别啰嗦了 从左边说 1373条通道是吉门 你们去守住 话音刚落 从紫云的后面 漠然传来一片嘈杂的声响 有哭有笑 鬼哭狼嚎 听上去至少有几百个声音 偏偏通道又空旷 将声音放大了数倍 回音阵阵 绕梁不绝 深深地刺激着众人的神经 小马等人好歹见识过一些灵异场面 虽然脸色发白 有些紧张 但还算好 刘明则直接探索在了地上 几乎要崩溃了 很快 在一片鬼哭狼嚎之中 响起了一声声的惨叫声 叶赏阳的神色一灵 提醒道 他们入阵了 注意了 惨叫声越来越紧 不多是第一批鬼魂突破此云 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多是身穿军服的日本鬼 有的七脚流血 有的脑袋开花 有的全身没肉 只有一副白森森的骨甲 在地上爬着